就是那一天我要回玉璃 然後爸爸姐完全訂不到票 那我就訂個夜車吧 然後完全沒有位置 我就這樣 桌擠又擠又擠 中一個小位置 然後但是在門口 多一頓就睡著了 然後就躺在那邊睡覺 然後我就突然說 有點躁動 想說誰在弄我 我睜開眼睛就是師傑是斜的嘛 然後所有人就這樣從我身上跳過去 拿著行李這樣從我身上跳過去 沒有人叫我 什麼瑪莉歐 沒有人叫我 他們寧可 靠著行李 瑪莉歐跳 瑪莉歐叫我 所以也算是另類的體貼啦 對好好體貼的呀 眼看著後面也只剩三分之一的隊伍了 可是那就繼續睡了 看誰把我叫起來 你這個好好笑 太精采了太精采了